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往克林斯 这是一句流行于古罗马时代的名言 意思是克林斯很贵,不是人人都配 克林斯就是这样一座大名鼎鼎的富贵之城 除雅典和斯巴达之外 它曾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古希腊城邦 也是地中海中最繁荣的大都市 克林斯的黑绘陶器曾畅销一时 克林斯的工匠发明的克林斯柱饰 是古典建筑中最亮眼的装饰部分 克林斯的港口和城市一度热闹非凡 克林斯吸引了无数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以至于后来被前来征服的 罗马将军Lucius Mumius移为平地 而在圣经里边 克林斯却被称为东西方罪恶的冤手 那今天让我们走进克林斯去看一看 这里为什么富贵又因何而罪恶 伯罗本尼萨半岛和希腊大陆 有一片狭窄的地狭相连 而克林斯就地处半岛和地狭相接之处 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克林斯成为了 南北陆路贸易路线和东西海上贸易路线的交汇点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 克林斯成为了一个贸易中转站 当时很多途经这里的商人发现 要是想从 伯罗本尼萨半岛的西侧通向东侧 也就是从伊奥尼亚海通往爱琴海 比起绕整个半岛一周 更容易的方法是将船停靠在地狭的一端 然后从陆地上把船拖拽到地狭的另一侧 这样子就可以节省整个绕到环境的距离 在公元前七世纪末 佩里安德成为了克林斯的建筑 在他的统治下 克林斯的贸易快速发展 成为了希腊最富有的城邦之一 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被花在了公共工程上 据说佩里安德在几乎平行于今天的克林斯运河的位置 修建了一条快速通道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Diolkos 它相当于一个简易的轨道 人们会把船放在有轮子的某种平台上面 然后通过这条通道 将船一直拖拽过整个地狭 据记载一直到公元一世纪 人们一直使用这条通道来运输商船和战舰 富裕的克林斯格外需要自我防卫 坐落在克林斯古城西南方向山崖上的卫城 就是克林斯抵御外敌的一面盾牌 克林斯卫城上最早的防御公式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 坚固的围墙和堡垒构成了三条防线 俯瞰克林斯地狭 能够阻隔敌人向南进入波罗奔尼萨半岛 卫城最高处曾经坐落着一座阿弗洛迪特神庙 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 其中供奉着克林斯的守护神 爱和美的女神阿弗洛迪特 传说神庙里曾居住着上百名庙寄 他们为来往克林斯的富商和士兵提供服务 收取高额的费用 由此克林斯奢侈淫迷的名声就传扬了开来 我们现在眼前的就是克林斯遗址上 最有标志性的建筑阿波罗神庙 这座神庙是希腊最古老的多利克式神庙之一 它修建于公元前五百六十年 材料是当地的石灰岩 我们今天能看到七根雄壮的经过修复后的立柱 但它当时曾经有四十二根立柱 高度高达七米 应当是一座非常壮观的建筑 罗马在地中海扩张征服时期 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 将军Lukias Mumias率领军队 将克林斯以为平地 他们杀戮了克林斯的所有男性 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 然后将整个城市复制一具 索性这座阿波罗神庙未被完全破坏 之后经过翻修 阿波罗神庙被改用作了崇拜罗马皇帝的圣殿 在公元前四十四年 凯撒重建克林斯 把它变成了一座罗马殖民地 今天我们在克林斯遗址能够看到的 几乎都是这之后修建的建筑 来自罗马的自由民 在克林斯定居 在这里修建公共浴场 圆形剧场等建筑 开展罗马式的生活 逐渐克林斯恢复了它的繁荣和活力 并且成为了罗马帝国在亚盖亚行省的首都 克林斯的手工业 农牧业和进出口贸易都相当的繁盛 这里还建起了很多华美的建筑 居住成本也变得十分高昂 由此才有了我们在视频开头说过的那句名言 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往克林斯 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负担得起 在奢华的克林斯生活 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等混居在克林斯 在各自的社区里按照各自的习俗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使徒保罗在克林斯陷入了一场纠纷 使徒保罗或圣保罗也被称为万国使徒 因为他为了传播基督教 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进行传教旅行 在公元一世纪中叶 圣保罗来到了克林斯 他试图在这里传教 却遭到了克林斯的居民 尤其是一些犹太居民的强烈反对 保罗被举报以后 被带到了克林斯的执政官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身后的这座高台 就是克林斯的官员进行公共演讲的地方 据说也是保罗接受审判的地点 曾经圣保罗在克林斯不受待见 离开之后也在书信中指责 克林斯人信仰混乱 生活奢靡 作风败坏 而今天许多来到克林斯的欧美游客 则是怀着朝圣的心情 来造访圣保罗的足迹所致 现在的克林斯遗址仿佛印证着那句盛宴必散的道理 凡盛如他也逐渐褪去了光彩 只留下了断壁残垣 但盛时虽是盛名犹在 克林斯的大名远比石头更不朽 比叶草更鲜活